这个视频我们来讲解多次测量求平均值问题 想要知道一本书的宽度为多少 用刻度尺直接测量即可 为了减小误差 让五个人用同一把刻度尺分别测出这本书的宽度 然后求平均值 这五个人的测量数据分别为 18.02厘米 18.04厘米 18.11厘米 18.02厘米 18.01厘米 请问这本书的宽度为多少 如果你以为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 直接将五个数加起来除以五 得到18.04厘米 那就错了 为什么 我们来观察这五组数据 由于长度测量需要孤独 因此从数据可以看出 该刻度尺的分度值为0.1厘米 所以五组数据的准确值分别为 18.0厘米 18.0厘米 18.1厘米 18.0厘米 18.0厘米 显然第三组数据出现了错误 我们称之为异常值必须舍去 这就是物理与数学的差异 不仅考虑数值的计算 更重要的是关注数据背后的物理含义 那么舍去异常值之后 将其他四个数加起来除以四 算出结果为18.025厘米 呃 又错了 为什么 还是数据精度问题 因为测量工具的分度值 决定了数据的精度为0.1厘米 若以18.025厘米为结果 则此时的准确值为18.022厘米 将测量精度提高了100倍到0.001厘米 这显然是错误的 结果的精度不可能高于原始数据的精度 所以最后的结果应将18.025厘米 四捨五入为18.02厘米 保持与原油数据一样的精度 完美 18.02厘米才是最终结果 我们来总结一下多次测量球平均值问题 计算前需要设去异常值 计算后 结果精度跟原始数据精度要保持一致